来看到台九县玉里镇大雨路段到玉兴桥路段 从111年开始就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 而其中双甘桥以及大雨桥即将拆除 该路段也将会改到仅开放两侧的寄慢车道 因为道路狭小公路总局抒花公路改善工程 也特别呼吁民众新京该路段请慢行 限速30公里 台九县玉里镇大雨路段到玉兴桥路段 从111年开始就在进行拓宽的工程 其中双甘桥以及大雨桥即将拆除 这个路段将会改到只开放两侧的寄慢车道 因为道路狭小公路总局抒花公路改善工程处呼吁民众 行经这个路段请慢行限速30公里 各位用路人 行经我们施工区域 那请依据我们的指引 那减速安全的通过我们的施工区域 由于多处拓宽工程路段 因为道路两旁设了纽泽西护栏 将机车与汽车用路范围限缩车道 汽车与机车在不足的路宽上出现汽车和机车相互征道的 博明演出工程单位会先完成大雨国小前聚落段 大约500公尺长的第12阶段施工的交为改道作业 并将工程提早在4月底完成 在这之前请民众配合慢速行驶 记者高双双 玉璃震采访报道